西環麦当劳斩银案的疑犯 星期二由警车压送到东区法院提堂 29岁被告陈志成 在涉案的麦当劳担任食品制作职员 他被控星期日 在西環皇后大道西的餐厅里面 意图使餐厅经理黄沫申身体受严重伤害 而非法及恶意伤害他 被告在庭上表现平静 也有不时望向主控和裁判官 当法庭书记读出控罪的时候 他也用正常的态度回应 他暂时无需答辩 控方申请把案件压后到8月15日再讯 等候警方进一步调查 包括翻查涉案的闭露电视片段 和为事主录取后功等 获得裁判官批准 被告并没有申请保释 交由陈志教署看管 全城放片 网上情人隔着个屏幕对你关怀被置甜言蜜语 如果你连手仔都没拖过 他就叫你分身投资 讲心定讲金 有怀疑即打1822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1823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